淡北道路這個案子環評通過之後呢 我們提出行政訴訟 那現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已經一審宣判環評撤銷 那在這個情況下新北市政府還是一直要把土地徵收案送進來審 那其實今天這個審議已經是第二次審議 之前內政部就已經給予一個在意的決定 那在今天新北市政府試圖再次闖關 那可是我們要指出現在淡北道路還有這麼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 如果新北市政府執意要徵收人民的土地 那麼這個淡北道路的開發案一旦有任何的變化 這些被徵收土地的人民的權益就是白白受損 這些地主常常打電話給我 表達他們內心的惶恐案不安 希望新北市政府在這個案子這麼不確定的情況下 不要再討這些程序 而且要清楚的告訴地主 他們的權益會被完整的保留 他們的權益會被妥善的處理 不會再有這樣令他們惶惶不安的情況發生 這個是第一個要補充的 第二個要補充的是 在這一次所送進來的土地徵收計畫書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總共徵收的5.793450公頃裡面 有5.746532公頃 也就是99.19%的土地屬於特定農業區 而特定農業區在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是除了一些淡書之外 是不得徵收的 那現在新北市政府 採用土地徵收條例 執行細則第二條之一 第二項的淡書 要來徵收這塊土地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 目前的文件是不充分的 它並沒有辦法規避掉土地徵收條例 不得徵收的這個規定 繼續蠻幹 繼續蠻幹 濫徵土地 濫徵土地 迫害人民 今天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 除了是要對新北市政府 來送這個土地徵收審議的案子 表達抗議之外 我們也要為即將可能被徵收土地的 這些淡水河沿岸的地主們 來表達沉重的抗議 我們更是要為 居住在淡水河洪樹林自然保留區裡面 這些蟲魚鳥獸 還有那些可愛的招巢蟹 我們要來為這些森林來請命 環評法第十四條規定很清楚 沒有環評就沒有開發 環評是所有開發行為的最前端要被處理的一個行政程序 但在環評這個程序裡面 新北市政府已經弄的事實不清不楚 然後環保署把它通過 現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把這個案子撤銷了 撤銷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事實沒有弄清楚 現在新北市政府打算再來重蹈一次復測 上一次的內政部的徵收審議 就是有查明或在意這樣子的一個決議 有一些事實必須要被釐清 但是新北市政府有沒有把它弄清楚 沒有 就是要開發 為什麼要開發 因為在淡海新市政背後的土地利益實在太大 政府說省大無錢 省大無錢 省大無錢 我們託官無所謂 這現樓 不過現樓很大便 那就是 又剩一室了 騎一間龍舍在大 現在就全部都給你清修 希望說大自然 我們因為我們有一個水圓大屯山內的大自然的水圓 那騎生你如果要製造很方便 不用煩惱沒有水 圓頭就有水來 那水準水高 都還好 那也是水裡還有保準我們這個大尊高跟小尊高 要用我們這個 要種一些市材要吃 我方便 我是住在那個淡海 新市政 差不多買二十幾年了 都沒辦法 海貸款 老公 又乾淨又回家 三個子女都靠在靠我 維持著那個 工作 政府 都沒辦法 我們這樣 把這個營養 還要翻收 我們 很艱苦 政府 不可以只有共會 來把這個 破水的家園 來毀掉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也不要再 逼迫我們說要徵收 政府這樣徵收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對不對 我們家是已經現在算是第三次了 因為我們有一次徵收在這邊 現在開花 也還是在繳一些稅 稅單 開花很多 但是他根本就沒有人住也沒有 沒有說現在要第三次我們覺得這樣 我們真的受不了 在家帶著孫子對不對 年輕的出去工作 阿嬤只能說 在家照顧個孫子 剩下一個房子 你如果說 土地徵收 我們還那個 房子要徵收了 那我們連住的地方 都不知道要 對啊 他現在要陪著 我們根本就不一定大樓買一條 買一根柱子就沒有 今天不要再說退回在意了 今天就直接駁回 這個是內政部可以做也應該做的事情 哪四項理由呢 第一 因為行政訴訟的一審宣判還評撤銷 所以這個是很清楚的事實 第二 台北市端 對淡北道路的興建 一直都持反對意見 而這一條路 如果台北市不答應 難道蓋到一半懸空嗎 當然是要 確定台北市答應之後才有可能蓋 而這兩個 以上這兩點是上一次 內政部 沒有讓這個案子通過的原因 那今天這兩個因素完全沒有變化 完全沒有任何進度 沒有理由新北市政府要再來闖關 第三個原因就是剛才說的 居民的意願 地主的意願 在過程中沒有被尊重 第四點就是 特地農業區的農牧用地 應該要特別的保護 不可以用這種輕率的方式隨便的處理 基於這四項理由 我們要求新北市政府撤案 或者是內政部應該要堅定的駁回此案 不要再說退回從意了 沒有任何退回從意的空間 環平敗訴 繼續蠻幹 爛爭土地 迫害人民 環平敗訴 繼續蠻幹 爛爭土地 迫害人民 隱形 迫害人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